大家好,我是李琴,我的师傅是尼西亚南达大师 Param说话2昨天进行到了第7天 我来稍微分享一下昨天的感受吧 昨天大师是以Dakshinamuti的能量来给我们点化 整个昨天大师和我们相处期间都是以这样子的能量 Dakshinamuti是大师的本神 所以我昨天感觉到的是昨天大师最像过往的大师 那种特别慈悲充满爱的那种能量非常非常强烈 昨天大师花了很长时间和我们在一起 真的超幸福超幸福 让我想到那个当时在印度上Param说汉的时候 大师最后一天那种恋恋不舍充满爱的那种眼神 看着我们和我们在一起 昨天就是那样子的一种眼神 非常非常多的那种爱的能量 从眼睛里头投向我们 投向我们每一个学员 能感受到非常强的能量 最关键的是让人因为那种爱的能量让人总是特别感动 感动的我经常会因为这种能量想哭 有的时候不自觉的眼泪不知不觉的就在往下流淌 就那种感觉特别美好 特别美好 好像只有大师给了给那种满满的爱的那种感受 我真的是只有在大师这里能感受到那种 那种宽广的胸怀 那种无私的那种爱的那种感觉 然后昨天的超能力显化 当然每天的超能力显化都是满大的比重 就是重头戏了 昨天是点画扫描 根源模式 根源模式 然后根据扫描 发现根源模式 然后由扫描得出怎么样解决这个根源模式 就是解除这种根源模式 从这个根源模式里头跳出来的方法 同修分享非常非常踊跃 然后一直昨天又大概很多人是个不免业 因为在这种分享过程中间 激发出来很多回忆故事 特别容易引发那种兴趣 包括那个感觉吧 每个人都会有 昨天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 在我扫描一个同修的时候 看到它小的时候 那个根源模式形成 就是大人逗小孩玩 逗得太过火了以后产生的那种恐惧感 而那种恐惧感影响它一生 到现在依然在影响着它的 在做事 处事 做事方方面面都会受到影响 然后呢 他说要不是我的这个第三眼的扫描看见 他可能始终没有 没有发现自己的这个根源模式是在这里 挺有趣的 这种感觉特别美 就是在你帮别人的时候 自己回馈的得到肯定答案的时候 真的是特别美好那种感觉 也同时在扫除自己的无力的这种认知 我蛮大的无力感 扫除这种对非常非常有益主 我知道在每一次成功背后 都给自己更多的强有力的认知 所以呢 我觉得大师真的是我们每个人最最最最最不可 夺得的指路明灯 每个对每个人都是 因为地球 否则的话地球要烂下去了 大师在拯救全人类 在我们贴近大师跟随大师上课的时候 尤其能感受到这份美好 这份幸运和大师带给全人类的那份爱 真的能在课堂里头感受到 我在这里分享给你 也希望你早日来到大师身边 好 谢谢你的收看